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08个月以来 德国政界一直在寻找一个良方 外长马斯现在准备双管齐下 兼当对手和伙伴 这能奏效吗? 德国知名DJ Hale和Koz亮相洛杉矶 柏林霹雳舞组合Flying Steps在巴赫音乐的伴奏下登上林肯纪念堂的舞台 来自经济界、政界和学术界的精英聚首哈佛大学 舞蹈家在犹他州纪念碑鼓表演热气球间走钢丝 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两天民间活动 庆祝德美友谊 这些都只是10月3日开始的美国的德国年之序幕 到2019年底 美国各地将举办1000多场活动 启动300多个项目 加强德美之间各层面的交流 而德国外长马斯也专程前往华盛顿参加开幕典礼 系列活动的主题为在一起很精彩 在一起很精彩 过去几个月登上头版的德美关系新闻却似乎与此相距甚远 西方完了 德美关系跌入谷底 跨大西洋价值共同体 濒临深渊 仅仅是其中一些标题而已 祖父来自德国卡尔斯塔特的特朗普 让美德双边关系跌入低谷 在上周的联大讲话中 特朗普将德国推向了俄罗斯 中国 朝鲜或者伊朗 这样的 他眼中的不友好国家之列 德国外长马斯当时和德国代表团一起坐在观众席上 从电视上 人们可以看到 特朗普讲话期间 马斯露出难以置信的微笑 眉头紧簇 连连摇头 三天后 马斯自己站到了联大演讲台上 他虽然没有对特朗普进行正面攻击 但急切呼吁进行国际间合作 而不是各国采取单边行动 并用在一起第一 Dr. First来对应特朗普的美国第一 在一起第一 这一点在马斯八月中旬 承交给默克尔总理的跨大西洋新方案中就已相当明确 他写道 在那些已超越红线的领域 德国应该成为对美国起到平衡作用的力量 他所指的首先是在制裁政策和贸易政策上 马斯认为 欧盟应该站在平等的地位 坚守立场 他向德新社表示 我们欧洲人不应该像兔子一样坐在蛇面前 等着看第二天推文里写了什么 但是 这位德国外长也知道 在其他领域 德国还要依靠美国 比如北约内部以及寻求国际危机解决方案 因此 在启程前往华盛顿前 马斯以明显缓和的语调表示 尽管我们并非在所有问题上持一致的政治立场 但有一点在我来看是明确的 德美有意不可动摇 马斯希望同时成为特朗普的对手和伙伴 这可行吗? 在执政伙伴联盟党 鸡鸣盟 鸡舍盟中 许多人对马斯的跨大西洋方针持怀疑态度 马斯本周二晚抵达华盛顿时 另一位在特朗普的问题上 出力方式迥异的德国部长 刚刚登上返回的飞机 卫生部长颜斯 石潘 一位彻头彻尾的跨大西洋主义者 也是富有争议的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的好朋友 这位躊躇满志的鸡鸣盟政治家 得到特朗普安全顾问博尔顿的接见并非偶然 石潘认为 跨大西洋关系非常强大 无需新的方案对应特朗普时代 他说 跨大西洋关系远比发的推文要强大 但在一点上 他和马斯是一致的 那就是要利用德美之间自然的联系 毕竟 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称自己有德国血统 德美之间有200队友好城市 美国依然是德国交换生最喜欢的目的地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石潘本周一访问了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听一些老兵讲述了在德国的亲身经历 二战后 曾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士兵 数量已经相当惊人 共计1700万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文山的文章 题目是 德语媒体评论 谁想斩断中美关系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动机是什么 这场贸易争端 最终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周三的德语报刊评论版 探讨了这些话题 这是新苏黎世报以华盛顿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为题 刊发该报驻华记者刊发的评论指出 美国发动贸易战 其主要动机是遏制中国崛起 有时 翻翻历史书就能获得很多知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华人学者金克宇 近期的一篇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点 80年代 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向日本汽车产业施压 并且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 这一系列措施产生了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 日本的工业因出口量下滑而受挫 从长期来看 日本汽车业却也因此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 他们调整了产品线 开始出口更高价位的汽车 现在 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有相似的想法 他们清楚地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想通过贸易战 来阻止中国经济崛起为美国的重要对手 华盛顿想要打碎多年来的产业价值链 其中 中国扮演着核心角色 按照美国的构想 外资企业应当关闭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将其转移到其他国家 特朗普的这一策略能否成功 现在还是未知数 毕竟 外国企业已经向其中国工厂投资了数千亿美元 此外 特朗普还想阻止中国的科技崛起 这一想法充斥着虚伪 美国指责北京通过中国制造2025战略 用政治去干预产业 然而 五六十年代 美国也是通过同样的手段奠定了今日经济之根基 习近平现在已经明白这场贸易战的真正规模 就在几天前 习近平视察东北地区时强调 中国的产业要练好内功继续改革创新 确保永利不败之地永远掌握主动权 如果北京方面的这一构想能够实现 中国在贸易战后就会变得更强大 也很有可能不再愿意遵守 由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同样是苏利市出版的 《金融经济报》刊登了由中国事务专家克莱默·弗勒德·Eason Kramer Flood撰写的客戏评论 文章以贸易战的中章为题 指出中美两国不会很快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 综合目前各方因素 作者认为贸易战最终会有三种结局 其中第一种结局是美国高压制下 北京在权衡得失后投降 和许多人最初期待的相反 现在美国获胜的可能性突然变大了 其原因是宏观经济的总体趋势 美国经济表现强劲 失业率很低 股市也没受太大影响 即便是受到中国反制措施影响较大的中部地区 似乎也能够在短期内做出重大牺牲来支持 特朗普的现行政策 对于美国选民 中国目前还不是重要议题 只要关税没有大幅拉高通胀率 这种局面就会维持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则在继续降温 北京必须处理堆积成山的债务 外资现在则很难引入 关税对股市汇率都形成了不利影响 尽管北京受到的政治压力小于华盛顿 但是中国领导层同样也对民意非常敏感 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可能还会更明显 因此北京的对抗意愿有可能最终会消失 作者认为 在第一种结局中 中国将不得不重新开始谈判 做出此前不可能的让步 其中包括改变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宏观经济操控 对市场准入的单方面限制等 这会彻底改变两国的关系 而双方的私营企业最终将会获得很大的好处 第二种结局则是中美双方互相长期维持高额关税 而这正是那些想要永久性的斩断两国经济关系的人所乐意见到的 如果美中两国的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国最终答应实施相应的改革措施 美国的中间派政治势力会很高兴 但是美国的其他派别则倾向于不达成任何解决贸易争端的方案 他们尤其希望能够通过持续施压 来迫使美国企业不再向中国投资 并撤离其在华业务 将资金和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这一构想固然很难实现 但是尽可能长久的维持高关税 却是最有效的迫使美国企业不再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手段 作者指出 尽管美国商界很不愿意见到这种局面 但是在当今美国 自由市场主义者 传统资本主义者 全球化主义者 现在都没有市场 这种局面也会彻底改变两国关系 对于双方的大多数企业而言 则会构成不利影响 随后 作者还分析了第三种结局 美国软化立场 而这只会在美国宏观经济不仅气势发生 在这种局面下 双方至少会取消部分关税 美中双边关系也不会像前两种结局中那样被颠覆 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也能继续维持 但是 鉴于美国当前强劲的国内经济形势 第三种局面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 现在还无从预测哪种结局最有可能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 贸易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美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投资决策压力 是否应该将供应链搬离中国 是否应该在其他国家投放产能 如何在其他国家投放产能 是否要做好准备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避开进入中国或美国市场时的关税 在中国及美国市场活跃的欧洲以及亚洲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决策压力 对于企业高层而言 今后的几个月将充满不确定性 一切都会很快过去不必做出艰难的决定 这种幻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高新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活着的毛主席 野化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野化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今天播讲的文章题目是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活着的毛主席 在我们野化中南海的上篇文章 习仲勋居然是毛泽东板右阳谋部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向听众和读者们回顾了被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黑色57年的6月6日 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 无疑是奉毛松之命召开的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 习仲勋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宇文首先发言并且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 其中有指责他为虎作伤是无耻之由的内容 最严重的莫过于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般人的话 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令当时的与会者更为吃惊的是 当时的会议主持人习仲勋在卢宇文讲话后 居然会煞有介事的为卢宇文作证说 他自己也收到了匿名信 而且匿名信警告他 随时留意全家留意 我们日前又从邓小平生前亲自提写刊明的 党史博彩杂志第十版2017年第五期上 正面肯定1957年反右斗争的1957整风反右译文中 找到了关于当年习仲勋和匿名信的介绍内容 该文章作者胡新民开篇灵异 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对于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提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 仍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文章中说 改革开放之后 社会上出版的关于反右的著作 以及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文章 基本上都是反映反右严重扩大化 及其严重后果的 鲜有反映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 因此回顾这段历史 对于全面认识当年这场斗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 以及怎样继续发扬成绩和防止错误 应该很有利 因为习近平早在2010年7月 即已经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 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该文章作者认为 上个世纪80年代 邓小平提出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发动了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就是鉴于1957年反右的消息影响 党吸取历史教训 邓小平当时说 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 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 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 我们今后不搞反右运动 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 绝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在关于1957年反右的 公过是非一章中介绍说 2011年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 习近平亲自审阅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至1978 在关于1957年反右斗争部分 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 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 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因此对反社会主义倾向 进行反击合斗争 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完全必要的 只有这样 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也是难以避免的 正是因为当年那个 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 打下的基础 才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能够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我们才有可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言下之意 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场 反右斗争 很难以避免的扩大化 早已经亡党亡国 这正是习近平所谓 不能用后三十年 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一 关于那个成为毛泽东正式发动 反右斗争导火索的 匿名信事件的出龙经过 胡锡民在他的这篇 被人民网 党史文会等多家 中共主要党史媒体 竞相转载的文章中转述说 1957年6月6日 卢宇文在国务院秘书长 习仲勋主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揭露有人写 匿名信对他进行辱骂和恐吓 并且当场宣夺了一封匿名信 值得注意的是 收到匿名信的并不只是卢宇文一人 民阁中央常委李仲公也收到了匿名信 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 他也收到了匿名信 他说匿名信警告他 随时随即留意 全家留意 那一天 习仲勋和齐心的长子习近平 还差9天就过4岁生日了 按照前文作者胡锡民的逻辑分析下去 假如没有毛泽东以匿名信实践为借口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习仲勋收到的匿名信中的恐吓内容 兴趣就会变成行动 那么不要说习近平成为毛主席的 合格接班人的今天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即已经和全家人性命不保了 我们过去的文章中介绍过了 中国大陆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过的一篇题目为 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的文章记载说 事实上习仲勋习近平两父子对韶山感情深厚 有资料显示习近平曾经三次上韶山拜毛 最近一次是2011年3月 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到湖南调研 首战就是韶山 就是在这次视察中 他留下了一句至今仍挂在韶山官员嘴上的名言 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 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 哪里会有今天的我 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我们读到《无有之乡》这篇文章之后 已经在本周来撰文分析过 习近平这段话显然可以被解读出另外一层含义 那就是没有毛主席打江山 哪有我今天坐江山 除了去韶山 习近平无论是回延安还是崇尚西百坡 都不忘一次又一次的表达自己 吃水不忘绝境人的感念 如此说来 他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推崇 和对毛泽东形象的维护 也还真有一些真情实感的动机在里面 无论是从政权的角度 还是从个人的角度 如今 中国政权自己的《党史权威杂志》刊登的 《权威党史工作者的权威文章》中 故意对外彰显习仲勋在那场反右斗争中 所起到的关键和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非凡的作用 让我们怎么想怎么都觉得 这是习近平手下的御用门人们 又在为习近平的所谓 没有毛主席哪会有今天的我 提供更充实的事实根据 有消息说 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一年后 借着120年毛弹之机 令手下将他2011年三上韶山时的 送毛表态宣传出去 这段最初也是由乌有之乡率先对外引用的 习近平在韶山向毛泽东向叩首之后 对在港湖南以及唐沙韶山各级地方官员 发表的讲话是 毛泽东这个名字是最响亮最有震撼力的 因为毛泽东有一颗太阳的心 运生的力量 趋势我们不断寻求和坚持正义爱心良知和社会道德责任 毛泽东的家庭和亲人为践行他的教育思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也总让我们泪流满面而感动 在当前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堕落和价值观扭曲的现实下 追忆毛泽东对家庭和亲人教育的故事 品读中国第一家庭的人格故事 更让我们坚信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120年被习近平彻底隆重了一把之后 习近平便正式对外宣布了日后成为他的习近平新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 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两个时期虽有差别 但是绝对不能彼此割立和对立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如上讲话再次引来国内左派和毛邦的万种欢呼 甚至用共产党的中央政权终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人手中 事实已经证明了习近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合格接班人 这样的语言来欢呼和称颂 乌有之乡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号召左派信中 坚决拥护习近平主席这个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动员大会上激动无比的讲话说 大家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感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自信大度的风采 领悟到了毛主席当年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战略意义 我们也越来越切实的感受到毛主席永远活在人心中 更有左派人士自称是传达一个安山退休老工人的话说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活着的毛主席 我们前面介绍的胡新民在他的反应反右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文章中 也对中国政权习近平的权威党史界评述说 形势确实到了不得不发动沉默的大多数起来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了 在卢宇文 李仲公和习仲勋谈收到了一鸣信的第三天 也就是1957年6月8日 中国中央发动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标志着反右斗争的正式开始 反右斗争立刻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特别是这是为什么社论中提到的一鸣信 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 就连许多民主人士也对写一鸣信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 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 在全国势如破竹的展开了 共产党未动一兵一卒 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我们在上次节目播讲的文章中引用的 站在批判角度回顾和介绍那场反右斗争的导火索 匿名信事件时分析说 几十年后的今天 人们有理由怀疑像卢玉文这样在民主党派内无甚名气的人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发言 值得有人给他写匿名信吗 而习仲勋说到匿名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 谁吃了暴死胆 胆敢给当政的中共高官写匿名信 匿名信事件的当事人都已经做谷 此事件已经成了千古之谜 但是因为习手法太拙劣 此迷却不难破译 中共高官习仲勋以自己收到匿名信 来证明卢玉文匿名信的存在 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最大的可能是习仲勋受益卢玉文 捏造了一个匿名信事件 确实 既然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刊发社论 并由此挑起全面反右斗争 那么匿名信到底出自何人之手 公安部当时为什么没有封命破案 叶永烈先生曾经对此进行专门考证 结论是已经破案 但不是当时 而是1960年 叶永烈先生在《历史的注脚》一书中介绍说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1957集的王森宇回忆 杨炳公是北大历史系学生 在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时去了广西 因而获知了广西在大饥荒中饿死人的具体情况 1960年下杨炳公在卫明湖贴出一张匿名小资报 介绍了广西饿死人的情况 这张匿名小资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 无意中发现笔记竟然与1957年卢宇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相同 匿名小资报案件发生在卫明湖搜索范围更小了 在毕业分配前夕 此案连同卢宇文收到匿名信的所谓案件告破 杨炳公被捕 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20年非人的日子 另外叶永烈先生也已经在电话里采访过杨炳公本人 所以应该可以证明 关于卢宇文的匿名信 纯粹就是他为了巴结执政党编造出来的故事 或者卢宇文捏造匿名信是习仲勋亲自部署的说法都数猜测 而当时代表执政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 召集民主人士座谈并且听取意见的习仲勋 之所以当场误合卢宇文 用他自己也接到了威胁自己 甚至威胁他全家 包括他自己四岁儿子习近平的匿名恐吓信 说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猖狂和危险程度 即使向毛泽东献媚的用心良苦 但如果不是当时的毛泽东也感觉实在是太假的话 肯定会当即下令查出个水落石出 道理再简单不过 有民主党派人士胆敢给中央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 寄上威胁他本人 甚至威胁他全家的恐吓信 一经查出是何人为之并立马昭告天下 那么开展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必要性的说服力 一定要比只是一个民革中央委员的卢宇文的 那封匿名信的说服力强上百倍 而当时的习仲勋之所以出此沦为后人笑柄的下下策 显然是因为高纲事件发生之后 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让毛泽东相信他的政治忠诚 中共建议之后 他先是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 接而进京出任中宣部长 而后又是国务院的秘书长 但是在中共八大上却只被安排为一届普通中央委员 既未进政治局也未进书记处 连个后补都没有捞上 所以八大之后 他更必须随时接受毛泽东的严格政治考验 后续的分析内容 我们留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介绍 听众朋友们 这次的夜话中南海栏目就播讲完了 谢谢收听 我是高新 我们下次再见 中南海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订阅